好,那么我们这次课的话我们讨论一下这个Touch的这样一个学习力的调度 那么Touch的学习力的调度的话是在这样一个Touch的Optimo在这个优化包里面 那么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文件那么介绍了它的一个学习力的调度 那么它提供了几种方案 那么有比如说这个Lambda的这样一个方案 还有指数的方案 另外的话就是间隔调度的方案 STEPLR 那么这样一个学习力的调度方案 另外的话这种多部的这样一个调度的这样一个策略方案 那么它提供很多 那么这个是指数的 那么一般的这样一个调度的程序的流程 程序流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以最简单的这个STEPLR来为例 那么STEPLR的话就是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优化器 第二个参数的话就是多长的这样一个间隔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学习力 那么Gamma的话是我们调整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通常的话它的确准值就是0.1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说我们总共训练的话 有100能 那么我这个每30能调整一次 每30能调整 也就是说当你的能数小于30的时候 那么它的学习力就是它初始的学习力 初始的学习力 当你的这个超过30的时候 那么它又进行一次调整 又进行一次调整 那么就又乘以这个0.1当超过了这个60的时候 也就是每一个间隔的时候 在原来的这个学习力的技术上又乘个0.1 所以它是每30能的话调整一次学习力 那么它的这个代码的流程一般是这样的 首先设置你的调度的策略 那么也就是你的调度方案是什么 那么这个方案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有很多种 对不对 有这个多步的这种学习力调整的 有这个步进的这样一个 这个学习力调整的方案 有指数的啊等等 还有列表的 具体的话 这个函数的学习力的调整的 这样一个算法的话 你可以看它的原代码 那么我们首先递呢 这样一个调度方案以后 那么每一轮啊 每一轮开始我们就执行这个 这个scooter.step 也就是我们调用这样一个step这样函数 那么它的话就根据你的轮 每一轮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么它进行这样一个策略的调整啊 策略调整 好再开始训练 再验证 那么也说我们代码的过程是是是这样来写的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原代码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它的学习力调度的这样一个原代码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积累啊 这是它的一个积累 那么在这个积累里面定义了这样一个step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这个这个step这个函数的话 那么它首先要读起你这个 这个调度方案里面的学习力调整以后的这样一个参数 最后将这个参数的话 一次写到你对应的参数里面去 参数组里面去 那么这个参数组的话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 那么参数组里面有一个有一个键的话 就是AR 那么也就是你每一个子model的话 那么它都有一个学习力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参数啊 当然首先的话就是你那个你那个model的话 它有这样一些参数的 你才能更改它的学习力 那么这是这个积累啊 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它的一些调整方案 那么这个就是lambda AR的 lambda AR的话就是你可以对你的每一个层 你可以定义不同的这样一个学习力的调整方案 那么这个的话就和你的对应的子层对应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我第一个子层 那么我采用这样一个调整方案 第二个子层采用这样一个调整方案 和它对应啊 那么它的调用的过程仍然是这样的啊 首先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你设你的lambda函数啊 lambda函数定义不同的lambda函数 另外的话定义你的调度的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在每一轮一开始的时候 同样的要调用你的这个调度方案的step这个函数 再开始训练进行验证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呃固定不长的这样一个调度策略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 也就是说每隔30轮 你这里可以设计设定你的不长 假设我这个不长是7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每隔7轮 我调整一下我的参数啊 那么它调整的倍倍数的话是0.1啊 也说每次的话就呃 每隔7步 那我们的学习率的话就呃 变成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啊 那么这是这个的调整方案 呃 那么这个你如果要自己写你的这样一个呃 这样一个调度策略的话 也也就说这个学习率调度策略的话 你大致要实现这样两个过程 一个的话就是他的一定一个函数 一个的话就是给他啊啊 给他啊的话 他实际上得到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列表的话就是你你的调整 呃调整以后的这样一个学习率啊 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模特里面有很多很多个子模块 那么你这里得到了这个列表的话应该是每一个子模块的这样一个学习率啊 也说你必须实现这样两个函数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多部的这样一个学习率的调整啊 那么这里你可以设间距三十八十啊 或者是一百二十 那么他就按照你给定的这样一个间距啊 划分不同的学习率 有的小于三十是什么样的学习率 三十到八十之间是什么样的 八十到一百二之间是什么样的啊 一百二以上又是什么样的啊 那么他每一次乘以这样一个零点一啊 那么这是这个学习率的调整方案 当然你也可以采用指数的这样一个调整方案 指数的 那么指数的话这个伽玛的话通常啊 你他因为他是和你能的这样一个N次方对不对 也就是你伽玛的呃 N次方如果这个伽玛太小了 那么这个学习率的话筛减就太快了啊 所以通常的话这个这个伽玛值的话 你可以设为稍微大一些在0到1之间啊 设为设为设的值稍微大一些 别人设0.85啊或者0.9都可以 那么这是这是这个啊 因为他是每一轮的时候他就调整 而上面的话是我们有一般的设置有有对应的间距的啊 对应的间距的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学习率的调整的策略 那么对应的代码的话就是这样啊 你定义了你的优化器以后 那么你就设定你你的调整策略啊 那我在这里采用的就是这个 StepNR的这样一个调整策略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优化器 那么我们每调整的这样一个步常数啊 那么他的因子是0.1 也就是每个五步的话 我的这个学习率的话 变成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啊 好那么就是学习率的Step 开始训练测试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跑的结果 那里有错误吗 好我们来试验一下 把锻炼成为取消的 把锻炼成为取消的 那么这是第一轮啊 因为我们刚才设的好像是五轮吧 对每个五轮调整一次 这是第二轮 这是第二轮 那么这是第三轮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学习类 这个时候学习类应该也还是没有变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还是这么多 0.05 0.01 0.01 0.01 0.02 啊他们也还原来没有变 因为也还没有到五轮啊 好我们继续 谢谢 我把这个断点的话不太 谢谢 我到五轮的时候再看看他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0.5 0.5 0.5 0.002 还没有 我再继续 再继续 好 那么这一轮的话 我们看他就有变化了啊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参数的话就是 呃是5了啊 那么也说进入第五这五轮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我们的参数啊 参数的话就乘了0.1了啊 原来是0.01 现在是0.001啊 这个对应呢 上面是0.01啊 那么这个变成0.002了 因为这个是我刚才刚刚输入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也就是说每个五轮 他的参数 这个学习率的参数 就开始降十分之一了 好 那么这是学习率的调整方案 那么这个代码很简单啊 呃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不同的 这样一个学习率的调整 好 我们这次课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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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